歡迎收看 穩超聖券節目 今天的大跌 又將所謂的台股的一個波段的新低 又往下做出個灌壓 目前為止 融資在這幾天的行情裡面 它是屬於一個融資解碼的動作 目前為止這個融券 它是屬於一個大增 這個趨勢要怎麼樣 來做到一個反轉 這個關鍵性一定有所謂的訊號 投資朋友們你要了解這個訊號 到底什麼時候會發生 你到底你的看盤工具 你的依據是什麼 我相信你看節目老師看那麼久了 我們會利用所謂看盤 開盤八法裡面的3D波趨勢 跟所謂的三高再上趨勢 這兩個訊號去做出個判別 你也可以利用我們的均線三角裡面 叫做什麼 黃金交叉 那如果說你用K線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底部區 必須要做出一個 所謂長紅座推升的 一個所謂長陽棒 這三個關盤重點的話 只要你能夠掌握到的話 老實認為在下一波轉折的一個契機裡面 你必然就是成為一個大贏家 可是你們目前為止 可能投資人 那手中有一些股票 在萬點行情的時候 他並沒有做出一個解碼的動作 以至於這個價錢指數 往下跌了1500多點 他手中可能滿滿的 都是一些套牢的股票 套牢的股票你要去看一下 你手中的股票到底是誰的大盤 極速下跌而受拖累的 這種股票的話 我認為跌升了以後 可能就會進行一個反彈 那另外一種股票 也就是說之前市場上面 普遍看好的 像所謂的PA三雄 像有些重要的一些小型股 當時候的股價很飆 可是漲完了以後 目前為止正面臨所謂的修正 那你就要去避開這些股票 最好逢反彈的時候 你要先行去做出一個避開的動作 我們盤中早上的上半場的話 我們會提供給全國的投資朋友們 打電話進來 這個電話撥進來以後 我們的助理會跟你講 你手中的股票 希望你能夠按照我們的意識 小小的建議 給各位來做出一個 所謂的持股診斷 那應該賣的 我們會跟你講說當斷則斷 如果不應該賣的話 我們會問你說 你大概你的耐心 包含你是不是用融資融券的 這個方法的話 我們會跟你講 會很詳細的一檔一檔解釋給你聽 如果說你有需要的話 你就打0800 787 588 這個服務專線 直接就打電話進來 來 先看一下今天的大盤 來 今天的大盤 你所看到 早上開盤開出來 叫做一高壓力 一高壓力盤 它這個地方 開始做出一個下殺的動作 由於你是看到所謂的底部區 這個底部區出現所謂的一高壓力 所以說一高壓力目前為止 它大漲的機會幾乎是不可能 因為叫做空方式 空方式將今天的一高壓力往下灌殺 在下跌段當中 你常常可以看到黑K棒 你常常可以看到一個關鍵的黑K棒 當出現黑K棒的同時代表 還是有一波殺盤 這個黑K棒出現的也是有一個殺盤 目前為止這個黑K棒到底 有沒有代表說後面 是不是有持續的一個殺盤 你要看量價的一個結構 我們常常講說凹凍量凹凍量 但是目前為止凹凍量這個理論 在目前為止大盤裡面的走勢裡面 可能要受到一個挑戰 也就是說融資 融卷目前為止 融資大幅減少 而且減少的幅度 可能已經回到5000點左右了 那融券增加的部分不多 但是這個就是說 所謂的目前為止多空的一個方向 在看到黑暗的時候 這個黎明就即將會浮現 所以說我們今天會針對各位手中的股票 我們一一的來做出個檢視 像之前岩老師在7月份的話 就跟各位講過了 這個大盤你要注意到 它是面臨到所謂的3D加工盤 3D加工盤的話這個趨勢改變了 所以說你目前為止 你這個地方你要稍微做出一個持股調節 在持股調節完畢以後 你在底部區你敢進場了 那你可能就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人 所以說老實說成功 絕對是少數人他的專利 那如果說你在高檔區你沒有賣掉 我相信如果說底部真的出現一個買進的訊號 我相信你應該沒有辦法買 甚至你在高檔沒有賣到的股票 當反彈的時候 我相信要解套的機會也不大 那在高檔區6月2號 這個3D加工盤開出來之後 我們就做了一個動作 叫做一清專案 逢反彈這個200點的行情 有反彈的行情我們並沒有去做多 我們反而是站在所謂的調節方 所以說你從6月29號開始 我們在節目裡面就跟你公告了 6月29號三檔股票 來 我們是出清的喔 那一直到6月30號 這兩天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逢反彈啊 很多的股票 我們要做出個清倉的動作 那近期而言 老師有提醒你 當大盤大跌的1400多點的時候 這個地方叫加速趕底 這個底部訊號還沒有浮現 所以說我們稱為加速趕底 加速趕底最大的意義 你的趨勢準備要開始改變 所以說你不用擠啦 大跌不用擠 那後面再次的大跌 你可能覺得說 老師我非常的恐懼耶 我非常恐懼跟貪婪 那我應該是要站在恐懼 如果說按照心裡面而言的話 那投資人現在非常害怕 這個是絕對是正常的 因為大盤在跌 你心裡面非常恐懼 你認為應該是對的 老師我現在非常恐懼耶 你非要叫我站在貪婪這邊 我可能做不到啦 那所以說老實說 成功就是少數的人 像之前有SARS SARS的時候說 你要站在所謂的買方還是站在賣方 我相信絕大多數的人 都是站在賣方 他不會站在買方 那事實的證明 如果當時候在SARS的時候 在台股不好的時候 跌到4000多點的時候 你是站在買方的話 我相信這個財富 就會重新分費到你手裡 從7月6號開始跟你講 這個均線三絕裡面的死亡交叉 這個死亡交叉並沒有改變 從7月份一直開始跟你講到現在8月份 你好是直接跟你講 這個死亡交叉 還沒有進入到黃金交叉 因為開盤八法裡面沒有出現3D盤 跟所謂的三高盤 沒有出現3D跟沒有出現3高 這個訊號目前為止沒有產生 所以說我們今天順勢賣出了一檔股票 調節了兩檔股票 我相信這個就是保留我們的實力 那把實力保留了以後 老師認為下一波的轉折 只要能夠抓到的話 老師認為就能夠做到反敗為勝 那投資人可能手中有這檔股票 他叫2474的可塵 那近期也公布的財報也非常的不錯 6月份的營收也是成長的 為什麼股價還會跌 這個就是說你要看到趨勢 這個趨勢在高檔區的時候 這邊都有所謂的壓力 他一直漲不上去的話 這個時候所謂受到大盤的影響 他下跌的機會就會非常大 所以說這個時候你在高檔買的 你真的你要順勢先行做到一個調節嘛 那如果說你當時候只是在底部買的 跌下來的話可能你還是賺錢啊 你可能你還是賺錢啊 6269的台均也是一樣 業績公布也不錯啊 那為什麼股價會連續大跌 甚至出現一個肩頭反轉 今天的台均 來股價有沒有受到大盤的影響 有嗎 現在多少錢 92.9元 來 導播我們看一下 我們之前跟各位講的時候 還有122塊啦 我相信這個老師講的時候 你都可以避開這根跌停板 你都可以避開這兩根跌停板 這個買股票一定是買在底部區啦 不是高檔的時候叫你去做出個追價 你高檔去追的話 這兩根跌停板 你不見得受得了啦 那股價打到跌停板 那逢反彈空方式的股票 你要順勢的去做出個調節啦 那看到4979的滑行光也是一樣 股價連續大跌 股價連續大跌 那今天的滑行光來看一下 幾塊57塊 57塊 來 當時候跟你講多少 76塊 這個都可以避開的啦 那這張股票最怕就下跌的時候 融資啊 還是持續增加啦 還是持續增加 所以說你們手中有滑行光了 老師啊都在節目裡面 善意的提醒你啊 麻煩你避開 麻煩你避開 包含今天大跌的 來 這張股票叫洪捷科 來 老師啊已經跌到分盤交易了呢 他還在跌 目前為止股價多少 69塊喔 69塊 來 重要的 看一下 當時候老師跟你講多少錢 106塊 我相信這個當中的價差 應該超過50塊錢左右啦 那這些股票 你們目前為止 手中有的 該怎麼樣來處理 這是非常嚴肅的一個課題啦 那手中的股票 如果說你套牢的檔數太多了 甚至說你買的張數太多了 你又捨不得賣 這個叫兩難啦 你賣了一定會虧損 你也知道 老師也知道 那重要的是虧損以後 你要怎麼樣 重新找到一個新的方向 你不要局限說 這張股票 好 舉個例子啦 洪捷科啦 老師啊就一直跌啦 一直跌啦 那該怎麼樣處理 他如果真的走空方離逢反彈 逢反彈你一定要賣嘛 那把資金抽出來 找到下一波的主流 老師認為你應該 永遠都有反敗為勝的機會啦 如果說你還是執著在說 我手中的股票套牢 我就是不買賣 打電話信來問他這張股票 叫2409的友達 老師什麼時候跟你講過 逢反彈要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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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天 到今天 你看到的 老師的回答 算是蠻正確的啦 那投資朋友們 對於後市股票的一個看法 不用太過於悲觀 股票就是一個多空 多空的一個循環 如果說現在是屬於多方修正 你只要進行一個避開的動作 等到趨勢反轉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的 你可以把輸掉的錢 你可以做出一個賺回來 這非常重要 那不必要太於悲觀 因為行情 它一定是從悲觀中產生 但是投資朋友們 今天要做一個動作 你們手中的股票 真的需要幫助的 你們是徬徨無助的 你們真的需要一個專業老師 幫忙的 今天打一通電話 那我們今天持股診斷 沒有限時間 也沒有限名額 每通電話 由岩老師 親自的來幫各位 來做出個解答的服務 好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親自接聽服務 只要二分之一 速下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資 聯分醫師 擅長基本面研究 資歷完整 共有20年豐富的股市經驗 畢竟多次萬元與風投 積極代表公司 透視基本面 帶領會員領先部局 熟悉大台結構 掌握台股走勢 產業深度研究 前進動足先機 嚴格風險控管 帶盡保證帶出 集中火力 派出累積績效 靈活攻守 是您追求財富路上的 良師義友 運達投資股上線 N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哇 哇 到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就是這麼方便 全國最大家具館 很大 很豪華 精品家具 一次更為賣其 南美國際家具館 中文竟現場實施中 加一箱活菌豬肉 全程活菌飼養 自然提升豬汁免疫力 絕無藥物殘留 活菌豬生產自動化電載 低溫分切 低溫運送 一貫作業流程 是從牧場到餐桌都安心 且外銷日本的活菌豬肉 炸一箱活菌豬 肥瘦都好吃 歡迎回來節目下午 一波的一個行情 8500點 漲到這次的一個高點 1014點 那再從這一次的一個高點 1014點 來 跌到今天 跌到今天的最低點 8404點 那這個中間的變化 其實差異性最大的 就是各位的財富 有人在上一波裡面 在大漲裡面 我相信賺了很多錢 那也有人避開了 這一段所謂的下跌段 讓自己的損失降到最低 那如果說出現一個 轉折的一個訊號 這個財富又要開始 重新再度的來做出個分配 那我不知道你在下一波行情裡面 這個轉折趨勢形成之後 你是否還是留在這個市場裡面 這個對你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一些融資 你喜歡用融資操作的一些投資朋友們 我相信你跟老師談過以後 老師絕對不會鼓勵各位 用融資去操作 林老師一定是尊尊的跟你講 慢慢的跟你講 你可以不可以不要用融資 你可以不可以用所謂的現股 因為融資的忍耐程度 目前為止在大盤震盪整理 上下波動很大的同時 它是沒有辦法忍受的 手中有現股的也許還有虧損 但是經過時間的轉折 你也許還有反敗為勝的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這個就是投資的一個角度的問題 開盤八法告訴各位 在6月2號出現一個3D加空盤 你一定要順勢的去做出個調節 那目前為止大盤 它沒有進入到所謂的3D或是三高盤 也沒有看到一個均線三角裡面的黃金交叉 都沒有看到這個時候的話代表空方 空方式 那目前為止你要做一個動作就可以了 好好的檢視一下手中的資金的部位 保留大部分的資金 手中的股票當斷則斷 該留則留 先去做出一個研判 等到這趨勢反轉的時候 你看著老師的節目 老師會跟你講 現在有死亡交叉進入到黃金交叉了 你現在可以買了 如果相信嚴老師的話 我認為你還有機會 那老師一直跟你講死亡交叉 到目前為止都還是死亡交叉 沒有出現訊號 這個時候的話你就要注意了 那黎明前的黑暗這些股票 應該逢反彈 你自己看一下 這個叫三尊頭 看得懂形態的你都很清楚 這個叫三尊頭 那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尖頭反轉 這個咧 這個有多方的訊號嗎 有人說這叫圓形鼎 那你看嘛 壓力那麼大漲得上去嗎 老師有叫你去做紅捷科嗎 還是帶你去買翔碩 翔碩那天還有人打架進來 老師我來說 這支咧皮很強 可能跌不下來 可能跌不下來 真的跌不下來嗎 還有人說老師 這張股票是好股票 顏老師絕對贊同這張股票是好股票 因為營收成長真的都不錯 營收成長真的都不錯啊 成長的幅度也很大啊 你光光看今年第二季營收每股3.18元 跟去年來比較冷摳 你就知道成長性非常大 那為什麼股價會萬里長空啊 你有沒有想過 你有沒有想過 之前上漲的時候從2月份開始喔 這邊漲喔 一直漲到今年的大概7月份 漲了5個月 那漲完了以後自然會下跌啦 自然會下跌啦 不是說業績好就會一直漲啦 不會啦 你看今天打到跌停板啊 好股票一樣啦 一樣會打到跌停板啊 所以說這些形態 你看到形態的 你看到波浪的 這些股票啊 你認為走空方的啊 都要逢反彈啊 先行避開啦 3105的穩帽 老師有跟你講過嗎 顏老師有跟你講說 這是走多方的嗎 穩帽現在跌了2點 跌了多少 2.75元喔 還在跌喔 那時候跟你講還有35塊錢 今天你看股價已經跌到 接近25塊喔 已經跌了10塊了喔 超過三成喔 2455的全新也是一樣 老師都在節目裡面 都跟你講你要避開 你要避開 2482的連雨也一樣 有人說啊這張股票會大漲 叫做創新低啦 怎麼會大漲啦 3490的單景也是一樣 流動性風險的預期 來逢反彈老師有沒有叫你賣 前幾天有反彈喔 有反彈喔 你還是要站在賣方喔 站在賣方只是說 你可以把資金抽回來啦 沒有別的意思啦 是一檔好股票 可能也會連續下跌 因為大盤的盤面不好 因為買技不忘 所以說你要順勢的去做出個避開啦 再講一次啊 持股的問題啊 今天打電話進來的喔 老師啊今天 親自的來幫各位服務喔 那我們手中的股票今天 來我們看一下喔 3454的 來這張股票叫金瑞 還不錯嘛 今天創新高喔 今天的早盤創新高喔 我們的簡訊喔 已經公布過了啦 我們就不方便在節目裡面講啦 大盤不景氣的時候還是有這種股票啦 還是有啦 你該怎麼樣操作而已啦 你能不能掌握到嘛 就是這樣子 也要是公布了一次的操作 下次我會公布第二次的一個操作 操作完畢了我們就會 在節目裡面適時的 來跟我們的會員來做出個驗證啦 第三次的操作不會公布了 你不要想說老師 哇老師一次公布喔 這個操作喔 這樣我看電視就好了啦 沒有那麼好的事情啦 3454的金瑞來 低檔區啊 出現帶量上工啊 我在之前7月份就提醒你啦 不是進入到8月份才跟你講啊 這樣股票在7月底就跟你講啦 老師要跟你驗證啦 驗證啦 驗證的同時希望你賺到錢 你如果在驗證你沒有賺到錢 好那你繼續 可能你要看電視嘛 看來電視才能夠驗證啊 一根停板 兩根停板以後 簡訊開始幫你做出一個保密啦 底部五天連續的大漲 創新高 做出一個賣出的動作 這個就是真實的操作 包含昨天的股價 創了一個波段的新高 當然你看到 今天的股價早上也是非常強勢啦 來今天早上盤勢 跌了一百多點啊 這樣股票有沒有跌 沒有跌啊 為什麼要挑它 因為它跌得夠深以外 你還要看到盈利率跟毛利率 你還要看到今年上半年季報 跟今年下半年的成長性 你還要看它有沒有推出新的產品 對市場上面的一個所謂的影響力 那之前跟各位講過 來導播看這邊 它填權席啊 一般而言啊 最近填權 填席啊 這個都不是很理想啦 這張股票非常強 非常強 達到幾乎百分之一百的 這個像這種股票 就是我們選擇的一個標的 這就是我們選擇的標的 那6456的來GIS 來這張股票 來 今天也沒什麼大跌啦 有些股票先跌啊 它有機會彈上去喔 那我們的操作不會在節目裡面公開 我很多的人啊 都喜歡看著節目啊 來操作啦 危機要入市 我們看法沒有改變 我們還是會持續的 做到一個危機來入市 關鍵的買點 低檔拇指線 跟你驗證黃金K線 從低檔的拇指線 進入到底部的紅山兵 包含拉回的十字K棒 我們做出一個佈局 包含後面的大漲 包含後面的持續漲 到所謂的創新高 跟你所公佈的第一次的操作 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機 我們一起驗證 跟你講的第二次操作一樣 在節目裡面公開驗證 希望你也賺到錢 進入到第三次的一個操作 還是大獲全勝 第四次的操作結束以後 進入到保密期了 進入到保密期了 那近期股價連續兩天大跌 好那注意囉 來導播拉近 這邊叫低檔的拇指線 這兩根 那也單根K棒而言的話 出現一個低檔的丁指線 代表在底部的地方 它是有支撐的啦 那這個地方你要做什麼樣的動作 老師不知道 老師不知道 那你看對了方向 之前低檔的拇指線 你有買的 你賺錢啦 拉回的十字線你去買 你也賺錢啦 平接線你去買 你也賺錢啦 那這邊 你自己去做出一個考慮 不見得每一個人看法 都跟顏老師一樣 但是老師 黃金K線告訴顏老師 目前為止趨勢 真的有在改變 那投資盤們 目前為止面臨到這個大盤 非常的悲觀 你絕對不會樂觀 但是顏老師經過了市場 這麼多年的行李 老師認為 現在是應該要樂觀的時候 但是要先解決 各位手中 目前為止 你們手中股票的問題 所以說今天 看到我們節目的 來 你卡中的你來 沒通電話 老師親自的幫各位服務 我們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飛機之客 也有大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他在這裏的細密窗 專利複合式倒口 隨身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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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身評估 任何技能 隨身評估 隨身評估 任何技能 任何技能 好 只要二分之一 速下02-2781-0909 2781-0909 连达头部 严分医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共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问言与风投 积极贷子私私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熟悉大栏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辅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领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开始累积绩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任务力 智谷转线 02-2781-0909 2781-0909 享受舒适带来的宁静 与放松 尤其来自斯特莱斯 父亲节优惠专案 史诗中 0809-073-999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有期待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瓶会 120瓶 120瓶